哈啰创业家们 今天企业经营的还顺利吗 这个影片要与你分享的是 每日遇见杜拉克2月6号文章 跨国企业 成功的跨国企业 视自己为没有国籍的独立实体 大多数经营国际业务的企业 目前还是以传统的多国企业形态来运作 不过许多企业已开始逐渐转为跨国企业形态 而且转变快速 产品和服务或许还是一样 不过企业结构却已经彻底改变 跨国企业是个单一经济单位 销售、服务、公关以及法务部交由地方处理 不过零件、机械、规划、研究、财务、行销、定价 以及管理却是考量全球而设计 譬如美国有家顶尖的工程公司 就是在比利时的安特韦普制造一款关键零组件 然后运送到全球43家工厂 该公司在三个地点进行全球性的产品开发 品质控制则集中在四个地点进行 对于这家公司而言 国家疆界其实没有多大的意义 跨国企业并不是完全不受国家政府的管辖 他们还是得遵守政府的规定 不过 跨国企业对于全球市场和技术所制定的政策和做法 却不在此限 成功的跨国企业视自己为没有国籍的独立实体 几十年前 跨国高层管理团队是人们想都想不到的 而它的出现 极充分印证了跨国企业的自我认知 今天的思考与实践 针对你们在美国购买的电脑或是印表机 询问位于国外的技术资源中心相关的使用问题 他们所提供的资源品质 和你们当地企业的品质比起来如何 OK 今天影片分享就到这边 期待今天影片能够帮助到你 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我在商业模式 网络行销 人工智慧的修炼笔记的话 欢迎你扫描画面当中QRCO 到我网站去看更多哟 我 程华君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